大家好 我是Warkis 歡迎來到全面戰爭戰隨意 今次我想講一下 我們這個1.10.0的更新 跟隨著Twisted and Twilight DLC的更新 有五大的遊戲機制改變了 事不宜遲就立即開始講第一個 第一個遊戲機制立即進來 基本上我們拿著兩隊黑獸人 去打兩種不同的單位 大概是什麼呢? 我們看看這隊單位 這隊是這個遊刃歌姐 我們今次Twisted and Twilight的DLC 1200萬隊 另外這裡就是永恆守 375元一隊 我們就去看看兩隊的黑獸王 打不同的兵大概會有什麼分別 因為舊史的時候 我們大家當作殺死這裡 這裡100人 這裡100人 大家都會殺100人 假設真的殺得完 但其實在這個Twisted and Twilight 今次更新之後 有個機制很不同 譬如你殺100隻 找人守衛 還有殺100隻的 柔刃歌姐 差別很不同 所以你可以大概看看 這裡殺了27人 你看到傷害2600幾 傷害只有178 但如果你看到這裡 殺敵數量比較少 但是造成傷害2800幾 但傷害只有415元 其實差別是什麼呢? 我們先用一下 殺敵數很簡單 你殺一個就加一個 造成傷害對於HP的傷害 但傷害就是算價錢 如果這隻黑獸 殺死所有的人 最多是375元 算金錢 然後這裡 尤印歌姐 是貴很多的 所以你看到這裡 我們殺了420幾隻 已經殺了600幾元價值的東西 這樣就可以讓你看到 你這樣一同一場打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 哪一隊兵才真的打出他的價值 例如這裡 黑獸人 黑獸人是1100元一隊 你可以看到 我殺了這裡 哇 370幾 380幾 咦 殺了820人 但原來殺了400元左右 有段時間都抵不上自己的數 我們看看這裡 雖然殺了50幾人 但已經殺了700幾元 只要我再殺多一點 可以抵回自己的數 這樣就變成 讓大家知道大概需要選什麼 以及你殺多少人 最重要是你打完了之後 你可以看到哪一隊兵種 你用得正確 而的確是打得出他的價值出來 而哪一隊就打不出 好啦 我們這裡 黑獸人跟他打得奇古相當 這裡已經殺到800幾的價值了 Gringor還在追人 好啦 大概是這樣 我們可以加速一點 很少啦 我們再用一用蛙 就盡快地打贏他 希望打得贏 應該打贏的 對不對 這裡是追擊別人 黑獸人是贏的 沒理由輸的 血量也更多 看看他的士氣 咦 頂不住了 好啦 不要緊啦 我們這場就這樣贏了 我們就立即去結束畫面 結束戰鬥 好啦 今次我們可以看到很明顯的分別 好像這隊黑獸人殺了92人 但其實他的傷害值只有450 反而這一隊 雖然死了 殺了86人 但他的傷害值1074 即是讓你知道 你這一隊黑獸人 其實打出的價值 是比這一隻更加高的 那 這個是一個我自己覺得 很好的更新 因為 比如你打多人戰鬥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間接 你提升自己的實力 你知道我哪裏做得對 哪裏做得不對 或者就是 因為其實這個全面戰爭遊戲 很多時候我覺得是一個計算 和計算金錢的遊戲 某程度上 就是黑獸人你1100元左右 那你就麻煩跟我打1100元上來 你打不出的話 那你就根本是浪費我的兵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 我真的覺得 這個很棒 如果將來他任何其他Total Wargame 都加上這個機制下去 嘩 多人戰鬥會變得更加好玩 好啦 那我們就立即去看第二個 好了 令到第二個機制 就是我們要給大家記起 有沒有曾經試過你用這個魔法師的時候呢 你剛好跟別人打 被人包圍了 那其實那些兵 就是很少試 可能是一些喪屍 或者是一些很廢的兵 但是呢 你一被人包圍了就很麻煩了 因為你被人真的包圍著的時候 你很難真的可以馬上走 但是我們假設人家 就有些喪屍 就圍多一點 現在呢 就還沒圍到過來 但是呢 以前呢 當你出這個法術 譬如我們用這個 魔法算窩 你放得太近 它是不讓你出這個魔法的 但是現在呢 就是一個最低魔法 施放的距離 就變得沒有了 那就是呢 將自己的 腳底下呢 出魔法 其實說真的 這個魔法算窩 對於你的領主來說 是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 但是呢 你這下的魔法 是可以幫助你 擺脫你的困難的 我們看看 這個魔法來吧 這樣呢 就變得你的魔法 但是某程度上呢 是變得更容易去打 好了 那我們這裏呢 應該有這些類似的法術的 我們一旦 舉了一些 加魔法傷害 我們這裏呢 就好像被人 圍住了 我們呢 又可以把一個 魔法漩渦出來 我覺得自己 我自己覺得 這種操作都很重要 特別呢 但是我玩這個獸人的時候呢 有時候我那個領主 是剛好被人捉到的時候呢 一個這個 什麼鬼 先祖之大 什麼鬼 踢地啊 那隻腳一踢下來呢 不單止可以令到自己逃出 甚至呢 是可以殺到很多人 真的用來追擊我領主的單位 那我覺得呢 這個真的非常之好 那麼呢 結束之前呢 我們呢 不如再再多招魔法出來吧 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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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來吧 這種更新 我覺得真的非常之好 那我們呢 就立即 再講下一個 好啦 那麼下一個更新呢 其實呢 就是對於 它呢 主要是對於這些 單體的 步兵領著 但是其實 所有的步兵 也有這個加成 其實就是你的單位並不容易被這些大型單位去擊退 我這個特地拿著虎武王出來試 就是因為我真的試過很多次 就是跟別人的這些大型單位打 我當時就是在用這隻鐵皮 那被人跟別人這樣打 其實別人每一下攻擊都打飛我 你看到他剛才喊了別人4、5招才打飛一次 這次再來 又在彈飛 哎呀真是眼面何全 雖然說機率是少了 但是都自然有的 你看到這一下他沒有彈飛 就繼續站著跟別人斬 其實間接性是Buff了這些步兵的領主或者英雄單位 因為以前真的被人騎兵撞一撞 或者什麼都會打飛 飛得很開心 甚至我最初這個 什麼 最初這個戰錘出的時候 我試過就是對著別人貼皮 那你基本上是不需要用一些很厲害的單位 你只是用一些有騎馬的領主 撞跌他然後再打 撞跌他再打 其實他已經做到那個效果 是打到別人 起不翻身 但是這個Buff的間接性 令到他 你是補了一點點 這個Buff 也是令到你的步兵 沒有那麼容易被這些大型單位可以推出來 那我們這種 就令到 怪獸步兵是 Nerve了一點點 因為說真的 怪獸步兵在這個戰場 我覺得是有點誇張的 好啦 那我們就看了鐵皮怎樣 一個打他們兩個 那我們趁機 不如就殺鬼人的法師 要不然都未必夠他抽 砍他呀 喂 砍他呀 grimgor 但是我們就看到 真的 不夠抽了不夠抽了 但是呢 就給你看到 grimgor已經不像被人 好像打保齡球那樣飛來飛去 哇 好啦 那趁這個grimgor 這個 這個被人打到 顏面掃地之前 我們呢 就離開 就看看 這個更新 好啦 那講這個新的遊戲機制之前 首先必須講一講 就是 全面戰爭遊戲裡面 在森林裡面 是可以擋到箭的 大概呢 就是 那些箭這樣 這裡 從平地射進森林的時候 某些箭 會被森林的樹擋住 雖然呢 每隻全面戰爭都會有少少不同的機制 比如 羅馬2 和這個三國 基本上就是一個debuff類似 或者是buff的東西 當你在裡面的時候 人家的箭就沒有那麼容易射中你 但是呢 在這個 這個 我們在這裡看到 看到嗎 很多的箭 其實是被這棵樹擋住了 那 但是這種 打法 也都很好笑的 就是呢 我們這裡 退後一點點 先 你看到 森林 這些樹 是擋了很多的箭 但是呢 很好笑的是 舊式的時候 當你這裡射箭出去的時候 都會被樹擋到 變成呢 就好像木精靈那樣 你去給 你在森林裡面射箭出去 原來某程度上 是一種debuff來的 因為呢 你的箭其實都會被 別人擋住了少少 這樣就變成 就很好笑了 那你就會 因為 樹精靈啊 墨精靈那些呢 它就會站在森林外面 才敢射箭 否則你就怕被樹林擋住了 但是這次的更新是什麼呢 就是 你射出的箭 有1.2秒的時間 不會被任何這些樹木擋住 那就形成了 你可以是 這個樹林的裡面射箭出去的時候 就不會被這些樹木擋住了 反而就是你真真正正 是會有一個優勢在這裡 我們這裡是示威難大 那麼射箭外呢 你會看到我射出的每一支箭 都沒有被森林擋住 但是反而呢 就是外面射箭進來的時候呢 就會被它擋住 因為呢 就是1.2秒 我們在這箭射1 2 其實去到這裡附近的時候呢 我們想 我們如果這裡射到這裡 其實大概一半距離左右呢 這個效果就已經完了 所以就變成呢 你的弓箭如果是很入到射出來的時候呢 你可能就會在這個位置左右呢 就已經被樹木擋住了 但是呢 好像你好像現在這樣 站在森林邊射箭出去呢 你就會有一個絕對的優勢 我覺得這個改變是非常之合理的 因為否則 喂大哥 我玩這個 什麼呢 我們上屍威難大 先把他打掉 我們玩木精靈 都不敢在樹木裡射箭出去 那是什麼玩法呢 對不對 那我們這裡呢 就 順便呢 就把他打掉 咦 出個 喔我們 我們慢了 魔法呢 出不了了 但是呢 這個改動我自己覺得 真是很厲害 我們的木精靈呢 終於成為真正的木精靈 就不是這個 木頭邊的精靈 我們真的是 木 這個樹林裡面的精靈 那這個呢 就是第四個改動了 那最後一個改動呢 我們就要入戰役去看的了 我們呢 就捐入戰役先啦 好啦 那最後一個遊戲的機制改變呢 我們說呢 就是在戰役裡面呢 才試到的 我們在士鬼爛彈呢 就選一個戰役 那我們就要選一個 城市比較多一點 有沒有一些是有 對啦 我們看到這個呢 他的牌 他的地方好像多 我們在士鬼爛彈開始 因為其實呢 我們就不是真的玩戰役的 我們其實就要試 裏面一個新的機制 那其實就是一個 棄城的機制 那這個棄城 棄城機制就是 你進去那裡 有某些原因 你不想要他 可能就是 可能他站在一個位置 你會 就是 有座城在那裡 會吸引別人來打你 可能就是 放棄座城 給你的民友 去拿走 然後有一個整個 縣城 或者一個地區 可以拿走 那些BUFF 可以給你的隊友 或者是 可能這個 治安問題 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好啦 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們首先呢 就看一看 先 我們這裡呢 有一些要素 來 這裡呢 有一座城 我們去看一看 喂 你受死人 好 好 這個史坦加達 這座城呢 假設我們呢 如果說 我們不想要這座城 我們看看 在村莊這裡 就是這個 拋棄者 城鎮 拋棄者 會有一千一百二十元 你一按之後 它就看到 放棄 你按一下去取消它 但是 我們就馬上試一試 如果你把座城放棄的話 會怎樣 我們看一看我們的 錢 這裡有六千元 加一百零一 應該加完 就加二百幾 那就應該是有八百八十幾元 這個回合完了 那我們呢 就掠過了它 就去下一回合 有什麼 研究一下 這個棄城的機制 這座城它本身是你的 加上它有很多裡面 一些建築物 或者類似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看一看 差不多完了 咦!我們可不可以不打自動戰鬥 好了 我們不要理它 好了 這邊呢 我們已經放棄了作成劍 是一個廢墟 其他人 可能可以進去佔領它 或者自己打回地 但基本上就好像 你作成被人以為平地的狀況 那你就自己拿了錢 那這個機制呢 就變成你 打戰鬥的時候 就多了一個新的選擇了 那可能你就打到差不多 你覺得 我這裡也不會發戰 但是如果它的 痾... 治安態有問題 會影響到一些半軍出現 威脅到我的 我就不如直接棄城 拿錢走 算了 都是一個選擇 那再加上呢 其實有時候你玩戰鬥的時候 有這個燒成流的打法呢 是真的可以考慮的 那我們呢 就示威冷彈 咦! 這個植紋 我們植紋 我們植紋 佔領一個城鎮 那樣 好啦 其實就是這樣 那這個五個遊戲機制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這個傷害追蹤 然後出魔法的時候 你就... 會... 可以放在自己上 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改變 接著呢 你的單位 沒那麼容易被人擊退 還有... 弓箭可以在樹林裡面射出去 這一下很重要 還有最後呢 就是這個戰役放棄性 雖然我自己沒有真的玩過戰役 但是讓大家知道這些是什麼 好 那今天的影片是這麼多了 祝各位大老母運槍龍 再見啦